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Fenia老师 今天很高兴可以带大家来简单的介绍我们植物绘图的一个世界 身边这边有一盆香蜂草 那平常大家都是从园艺的角度去切入它 然后看着就觉得很好看 然后帮它拍一照 可是我们可以再更深入去了解它 其实有时候不只是从种植上 我们从它的外表、从它的生长 都可以去了解它的一个生长的奥秘 然后它的一个很美妙的结构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先帮大家做工具上的介绍 那植物科学绘图也好 植物艺术也好 它其实呢 通常我们都会是在博物馆 然后去看到、欣赏到它的美 那其实它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还蛮平易近人的领域 只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多花时间去深入它的美 然后了解一些简单的方法呢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进入介绍吧 好 那我们就先来介绍最简单的工具就是铅笔 那一般铅笔当然就有分很多的一个浓淡的程度 那其实就带自己习惯的就好 那像我通常都会用到2笔左右 那这个在野外 你在画比如说光线比较强烈的时候 你如果用H系列 你可能会看不到自己的线条到底在画什么 所以B系列对我来讲是比较适合 但是还是要看个人的习惯 铅笔 那当然橡皮擦 好 比较简单可以去修改它的 那再来就是自动笔 自动笔画出来的线条呢 它就会再更细致 而且它的每一根线都会是很均匀的线条 那自动笔的话你可以用在 比如说要做结构 不是比较那么写意的方式的时候 来使用它自动笔 那另外的就是工程笔 那工程笔的话呢 它其实介于铅笔跟自动笔之间 那在使用上的话 工程笔我们只要去处理它的这个笔心 去削它让它比较尖 其实它跟铅笔的用法我觉得很像 那大家都可以去多去尝试 那这个的话就是在 我们在做擦拭的时候有橡皮擦 它可以做大块面的擦拭 然后再来是细部的话 像这个是笔形的橡皮擦 那我个人还蛮喜欢用的 那它可以去修改非常细小的地方 那除了描绘的工具之外呢 当然还要搭配就是我们的削笔工具 像这个的话就是削铅笔的 那你可能在室内可以去用它 像这个的话削笔器简易型方便携带 所以大家记得你如果带铅笔出门 也要记得再削笔器哦 好那工具对应上的话 像这一张的话就是我们会用到 你会看到有些线条粗细 甚至有打阴影 像这类的话就是用到铅笔 然后再来如果要移转到你正式的纸面 你要再去做细部的描绘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到工程笔 或者是自动笔 好然后去做转印去做移转 然后移转出来可能会再更细致的 那像我们早期传统的方式是用 在后面去做碳粉 然后再把它印在你要画的 比如说水彩纸上 那现在的话因为科技比较发达了 我们有光板 所以就可以透过光板的使用 然后一样看你是要用铅笔 或者是工程笔或自动笔也好 再移转到描图纸上 最后再放到你要绘制的图纸上 然后再去做看你是要用做素描的表现 或者是做色彩 比如说选容性色迁也好水彩也好 的绘制的完成 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是铅笔 那再来就是我们要去上颜色 那如果要上颜色的话 像这张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铅笔稿 那铅笔稿要上颜色 当然有很多的选择 通常的话选容性色迁是方便携带 而且门槛也比较低 因为你对于水分的使用上 会比较没有这么的紧张 然后再来另外一种就是 大家普遍都会用的是水彩 那这两种我们等一下都会做介绍 那水容性色迁呢 其实它是一个很方便携带的工具 基本上它跟油性色迁的最大差异就是 油性色迁它是不溶于水 那水容性色迁的话 那它画出来的效果 在把它溶解开来的时候 它可以像做到像水彩一样的细致 那水容性色迁 通常我们都还是要把它做色卡出来 因为做色卡的话 它其实方便性 就是当你看久了之后 你有时候就知道 我这个金它直接对应到哪一支的色好 像这个部分就跟我们水彩要再去做调色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异性了 那像在昆虫 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去做等比的放大 我们才可以画到它在更细部的地方 那当然要做等比放大的话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 然后或者是纸笔去计算它的等比例 然后去乘以它的倍数 可是其实还是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工具 像这个就是 这个叫做分规 所以你可以在网路上查得到 就是你去移动它 然后你就可以比如说 1比2或者是你要1比3 那你在做量测的时候 直接移转过来 它都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好 那这个就是雪融性色迁 怎么样去做呈现 那再来就是水彩的部分 那水彩的话 它其实比较起来跟雪融性色迁 它其实可以画出在更透明的感觉 比如说一些反光 或者是你如果用更细的水彩笔 可以画到更细致的地方 那像水彩的话 我们如果你是要搭配铅笔的话 那它画出来质感会有点复古的感觉 那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说 你可以画出一些比较通透 比较透明的效果 那像这个的话也是 你可以画出那种很细很细的 小小的线条 那这个的话像这种这么细的线条 就是雪融性色迁 比较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因为雪融性色迁它一笔下去 它就有基本的粗细了 所以水彩这部分就可以做到很好 包括像这个地方 像这种很细部的绒毛 再包括绒毛的一个阴影的部分 这个就是水彩都可以做得很好的地方了 那当然要去画水彩的话 要多加练习 相信大家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是 如果从血液的户外的素描 然后再进入到雪融性色迁 进入到水彩 如果我们要再进入更细致的 更具科学性的植物绘图的话 我们就会需要到一些辅助你去做观察使用的工具 比如说像我桌上这里 你会需要将一朵花解剖开来的话 那你当然就会需要解剖的工具 解剖刀 镊子 不同的夹 镊子的夹头 然后还有要切小地方的小的剪刀 那尺的话是一定要 因为我们在绘制的时候 要去做比较客观的一个量测 那像这一张的话 我们会看到上面有很多的倍数 比如说有等比1比1 像这一张主要的指在就是等比1比1 那它的分布的结构 有些是1比1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细部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页圆 这里有它的一个鲜毛在 这个用肉眼看就看得到的 可是如果我们要再更详细一点的话 那你就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它剖开来 需要看到它的磁蕊这里 它会接着它的脂肪 脂肪里面环绕一圈的胚珠的话 那你可能会需要到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 这个的话它的倍数是10倍 你可以去做10倍的观察 那如果要再看到更细的话 比如说我要看到像这个地方 它上面的它的筋上面会有一些线体 那线体它上面会有一些线毛 那你可能会需要到像这个 这个是22倍的 22倍的观察的辅助用具 那当然会有再更小的 比如说我要观察到它的种子 种子的话 这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到显微镜 显微镜它可以放大到40倍 甚至在高阶点可以到60倍 那当然就是要是个人的一个经济状况 然后不用因为我要买显微镜 我才能切入到植物科学绘图这个领域 千万不用 要从根本的兴趣开始就可以了 那像整体的绘制 你就可以去做1比1 甚至在更高倍数的更细腻的观察 跟绘制 那如果没有要上色的话 那我们就回到单纯的客观的 它的结构上的描绘 会使用到的工具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铅笔之外 那当然要定稿上 你就可以使用到真笔 那市面上其实已经有很多 都可以去取代真笔的 比如说油性的代真笔 都可以帮你点出它的大小 非常均一的一个表现阴影 或者是要切分结构的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当然代真笔它有分它的尺寸 它的点出来的大小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视情况去做购买 那要做到更细的话 其实还是可以用到沾水笔 因为沾水笔它的一个点 会比你的代真笔的点 还可以做到再更细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植物绘图或植物科学绘图 会用到的工具